大家都知道健康就是财富 因此自从林口疾空所将利林活动中心 开放附设与球场公民众来使用 真的是广受好评 所以疾空所决定将东市市民活动中心的 附设与球场免费开放 再度强调是免费开放公民众来使用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民众平时就是要多多的来运动 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 为提倡运动风气促进市民身体健康 新北市林口区公所日前开放利林活动中心附设与球场给民众使用 也相当受到好评 为了便利各地方的居民都能享受这样舒适的运动场所 自7月2号起又开放东市市民活动中心附设与球场 供区民免费使用 利林活动中心在去年开放以后 那整个场地的使用非常的多人在登记 那现在那个利林活动中心 它同样是具有四面的一个羽球场的功能 那最近我们在7月2号开始 我们的区民有扶了 我们的东市活动中心再度纳入 我们的这一个加入这个开放的行列 那整个这一个开放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10点 那当然中间5点到6点 是这个整个清理的时间 那整个开放以后 我们又多增加了四面的这个羽球场 那这一个在7月跟8月暑假期间 是提供免费给市区民来做使用 只要你凭这个身份证 只要你是在新北市的市民 我们都全部提供免费的一个使用 每星期二到星期日的下午1点到5点 晚上6点到10点 只要年满6岁以上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凭着有相片的身份证件 到现场登记免费使用场地 也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这个市民 因为整个这一个场地是非常的棒 我们的这一个富克力的那个地面 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爱护 所以我们拜托 一定要穿这个专业的 那个羽球鞋或是那个运动鞋 我们才会让你进去 所以你穿一般的拖鞋 我们是不同意你们在那边做使用 所以这个要特别呼吁 我们所有的市民共同来配合 民众前来打球 必须穿着运动鞋或专用羽球鞋 除矿泉水外 不得携带任何饮料及食物 也请民众遵守规定 共同维护环境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